昨天年轻市场知名车厂请到在日本 两岸三地都拥有高知名度的漫画家彭杰 为新车创作专属的漫画 从5月底开始一共6回的漫画在网路上连载 那么不只有英雄动漫必备的爱恨情仇情节 甚至还涵盖科幻的小说热血氛围 那么这也是国内车界首度出现的原创漫画 现场还发表了结合漫画的痛车创作 也让车迷漫迷大开眼界